看见视频的朋友们大家好 这是一个户外拖车 雕装撑人等最为使用的压扣截 也是一个多人组合 抬动物体时最使用的 一个压扣截 大家看啊 紫扣解开的时候 拉短绳快速收绳 打结的方法也是极其简单 绳着我们从前方 多人组合的形式 或在物体上 前方穿回来之后 绳头从下方绕回来 也就是绕过主绳 组绳上方做一个半扣 将短绳双折叠的形式 插入半扣当中 在时我们慢慢的收解后方组绳 大家看一下这个节点的效果 绝对是宁舌不开啊 这就是一个最使用的压扣截 前方形成八字节的形式 牢牢说紧 多人组合我们拖动物体时 绳的脚光滑 容易将我们的手插伤 或者是磨伤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就需要一个最为实用的 以杠杆的形式拖动物体 怎么办 大家看啊 将绳的这样做一个半扣 然后拉伸出一个绳兜 这样啊 拉出一个绳尔之后 我们从绳尔的中间 插入我们的杠杆 在防止绳的脚滑 将我们的手插伤 或者是勒伤 将杠杆穿过之后 我们就可以以杠杆双手 拖动杠杆的形式 拖动物体 大家看啊 这样既不伤手 前方的压扣锁紧之后 也是十分锁紧 抱紧之后 也是牢牢喀使 后方我们以双人 或者单人的形式 杠杆的力量 借助杠杆力量 拖动物体 绝对使用 这就是一个压扣 和杠杆结的组合 解开杠杆结 也是非常容易 拉动短绳 快速解开 收这个杠杆结 也是拉动杠杆 它直接就收绳了 简单方便使用 感谢观看